那么接下来麻烦请开一个新的报表 点他就好了 接下来这一章 这一章我是要请你们来去思考 什么叫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可以吗 好 我先讲一下 因为要打出行为模式 所以我会用文字方块 先做到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商业行为模式 商业行为模式 简单的说 就是你要知道 这一个产品的销售情形 销售情形 举例来说好了 你觉得老板想知道 这个产品卖得好 卖得不好 这就是很重要的商业行为模式 好 所以首先第一个 你要知道销售情形 第二个 那你在知道销售情形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调查出来说 那个各个产品的 例如说 各类产品 各类产品的销售 各年销售 甚至还有很多 你就会调查出来这些事情 请问会不会有不尽相同的情形 好 所以正因为正因为 等一下我们就要讲这一件事 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各年 我举一个例子 请问一下2017年 2017年可以看到科技类生产销售的很好 2018年呢 可以看到什么 家具销售的很不好 他从第二名跑到第三名 2016年可以看到科技类生产的很不好 可是家具类生产的很好 所以请问一下 各年我们的产品主类别销售情形是不是不一样 对不对 有听懂这件事吗 好 所以 所以我们才需要做管理 好 再来 我们还要了解什么事情 我们在行为模式里面 行为模式里面 我们要知道是销售 动 行为模式 再来 也就是说 我先告诉各位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 还有 当期 与 前期的比较 好吧 当期 当期 与 前期 比较 那这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这其实 跟上次我们介绍的同期比较不太一样 这在做即时监督 这大概就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好 还有一件事 预测 我们现在就先来请你先来请你先来请你刚刚刚刚刚刚刚我们之前我们是做销售分析嘛 接下来我们先我先告诉你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都是行为模式行为模式 好 所以就麻烦请各位 那个看你能记住多少现在有手机是很方便的麻烦请各位拍好照然后就赶快打这些资料 这是对你们有很直接帮助的好 我要先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在各年的销售各类产品销售各区产品销售 其实它都存在一个不一致的情形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画画第二张因为第一张销售分析其实大致上已经告诉你们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行为模式各类各类产品各年产品销售 好 首先 首先 方便就用一下 第一件事情点这个加 好 然后接下来请把第一张的销售分析 第一张的销售分析 请选它复制 复制在常用底下的复制 接下来在行为模式在那个第一页这边直接做贴上 这个是叫做各年销售 这张叫做各年销售我们就不再花时间来去画还有一张请抠过来这一张 这叫什么各类各类产品销售 所以一样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到第一页这边贴上 还有一张最后一张剩下都要自己再画这一张复制 然后请贴到第一页这边贴上 那可是我觉得这一张在这边不方便我去讲解 所以我想把这一张图改一下 改成 改成刚刚这边是直的 我把它改成这个横的 横的 可以了解吗 好 这个是 这些都是直的 这个是横的 好 就给你们猜想这边我画的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产品的分类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